請進 請坐 請坐 各位學員 各位動心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我不是歌星 背景就在拍一首 那咧 早上 有請我看野球比賽請你野球 野球 野球是棒球 棒球比賽 有看不有嗎 我們贏對不對 對 你看你們 你們來到 這是法書你看 你們來到上課 上幾包 我說我們打贏 你說打書 日本隊贏中法隊 我們是日本人 我們贏中法隊 不對嗎 對 所以 我就不說他們 那做人 晚上我坐在那裡 我講座 講座 坐在那裡 一個說 中法隊打書 大家都在哀聲嘆氣 我想說奇怪 你剛才在上課的時候 大家都說你是 你不是中國人 不是中法隊的 輸就應該輸了 大家在哀聲嘆氣 不知道在嘆什麼法 我想不來 各位啊 你說台灣問題有親嗎 有 很親對不對 所以在學這個工夫 不是三天兩天 民旗 日本打贏 我們打贏嘛 看中法民國的教育 看輸贏成功 真的很成功 真的很成功 我要繼續在這個 做一個區 要刷下去 一九四五年四月初一 日本天皇宣佈 按照萬國公法 在我們台灣這個土地來實施 憲法 明治憲法 然後宣佈說 要在我們這個土地 所有的人 可以有參政權和參戰權 尤其是這個參戰權 參戰的意思是說 這個國家的人民 為了這個國家去促戰 因為在校長這個國家 所以一定要這個國家的公民 跟國民 你才可以去參戰 所以你看美國也這樣呢 美國有的人拿綠卡 沒辦法變成美國的公民的時候 他跟你鼓勵說 你參加美軍去促戰 促戰以後 馬上給你美國的公民 這是原念在這裡 因為國際法裡面有這個規定 所以你要看 在日本統治台灣的初期 那個時候 日本派台灣人去戰爭的時候 不能用日本軍的名義 只能用什麼 義勇軍 所以當初的高砂族 他是用高砂族義勇軍的名義去促戰 一直到1945年的四位前一 民敵憲法在台灣是CEO 這個義勇軍 改名變成台灣軍 所以你就要知道這個經過的情形 這個台灣軍 如果過新年的時候 就把你放在你的政國神社 政國神社就是什麼 定義一個國家的忠烈詞 定義一個國家的主席 一個神廟一樣 所以為這個所謂你也看得出說 我們台灣人實際上是日本天皇的親民 是日本帝國的國籍 因為建政失敗後 在1945年的8月15日 日本天皇全國無條件到航 有很多人 尤其是國際法 都不會說美國無條件到航 請問一下 投降會有條件嗎 投降絕對是無條件嗎 所有事也很清楚 你就一進進失敗 你要投降 你有條件投降 如果有條件投降 打贏的人 怎麼要跟你說條件 你打輸就打輸了 你不要投降很簡單 又賤了 又賤了 滅亡 所以日本天皇那時候 因為8月6號 1945年的8月6號 美國的廣島和長崎 兩頁元主殿 那一天 當中死40萬人左右 有嚇到 日本人就說 是 如果還繼續打輸到這裡 全日本都別忘了 所以 宣布說 沒有條件投降 但是我跟你說 後來的 滋味人 我們就知道 原本日本人 美國人 只有那兩粒而已 沒有第三粒 我是說 我是說 我不是說 你說什麼笑的 他只有那兩粒元主殿而已 他沒有第三顆 他沒有第三顆 導航 所以導航以後 台灣人民受褲 受什麼褲 因為你看 本來 美國英國 跟中國的 中介教 開羅宣言的時候 是1943年的12月 那時候 台灣的土地 又又是什麼 殖民地 那時候台灣 又又是 日本 我們 日本政府 的殖民地 因為 1895年 4月17號 割讓給日本天皇的時候 是殖民地 國際法有規定 只有殖民地 拓殖地 才可以被割讓 至於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神聖 不能分割的領土 不能割讓 這國際法有規定 因為國際法 如果沒有這個規定 我告訴你 全世界 差不多一半以上 都變成美國 因為國際法 有給你規定 你殖民地 不能以全人的租款 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能分割 只有殖民地 和拓殖地 可以割讓 所以你看看 全世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的時候 51的國家 現在和日本簽這個 就這個和平條約 為什麼51的國家 因為那時候很多國家 都是白的國家 黑共的國家的殖民地 所以路面 這個殖民地 都陸陸續續 全佈獨立 這是完全一個維加 現在的國家 有194的國家 現實是 當然 194的國家 跟那時候51的國家 那時候51的國家 正是差不多全球 所以國際上的主要 差不多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國家 都參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裡面 所以1945年8月15號 日本田農全佈 無條件到航以後 那時候 對這個日本帝國 他們這個同盟國 有一個分配占領 分配占領裡面 苏年 苏年是很大十幾 八月十五的導航對不對 你知道 這個也做 苏年當時的選檢 因為 8月6號 等那個 元主 8月6號 到8月8號 等兩顆元主堂 苏年是 等元主堂的東西 8月9號 對日本選檢 就已經 日本就知道他導航了 這樣他選擇 他選擇 他馬上派兵 他派兵去進戰 北方四島 這北方四島 所以那時候 雖然八月十五 日本政府 日本田農全佈導航 但是日本軍 在那個時候 教雄抵抗 他不要 他不要 這樣派兵出來 就要給苏年 因為苏年怎麼要 進攻日本 因為他發言說 原來在這個阿州地區 苏年 這麼沒辦法的地方 所以他要插手太平洋 他只有 北方四島 把法黨 跟他建政 那人是我們贏的嘛 所以他現在 日本田農大行 跟他搶去 簽那個投降書的時候 那時候 苏年 他不要簽 他不要簽 他沒有簽那個 就在和平那裡他不要簽 他田農 從北方四島 一萬六千的日本人 用盡 把他帶來 日本的本土 這樣 他選佈說他簽贏 他要 他選什麼 他選國際法 國際法裡面有說 沒有人的土地 沒有人的土 如果簽贏他 他選佈說 怎麼是 claim 說那個土地是他的 這樣的時候 那個土地就變成熟年 但是我跟日本人說 沒關係 你當時的土地 他們日本人有做負籍成本 負籍 所有 每一間房子跟每一個人 都有一個負籍成本 日本人老闆都有做好 說你要保留那些東西 所以熟年 當時 差不多兩年多前 派兩個記者來跟我說話 說的時候 我跟他說 這個簽贏不可以移籃出來 煮款才的事情 當然 他 我有說過 他跟我說 你怎麼日本人說 我已經說了 說了 說了 他當時 馬馬上很聰明 跟他選佈說 欸 別方四島 我承認兩顆 我保留兩顆 他也中 中國也是 中國的蝦子島 他也跟江澤民選佈說 我反你一半 因為蝦子島是他簽贏嘛 他如果聽了 他就知道 國際法有這個規定 簽贏不可以移籃租款 所以你簽過較久 土地也要移籃 所以 若年 想日本 要移籃 政府兩顆土地的時候 我跟他說 他董 我說不肯 你千萬不要同意 因為他簽過較久 他也要移籃 若年 跟中國也這樣說 蝦子島 我換一半移籃 一半我留在 江澤民給他 他沒有特建政法 他答應之後 在他的媒體裡面 很高興 他說他是民主英雄 他從蝦子島一半回來 他是其實 賣國英雄 他把他賣一半去 人家接著 國際法的規定 你不用他答應 他答應說 他是民主英雄 所以你看 我常說這句話 有特有特色的人 跟沒有特色的人 相差很多 所以你這個 尤其這個建政法 在現在現出一個世界裡面 當然現在建政很少 所以我常說 特建政法沒有飯好吃 那不是黑白說的 你現在日本 兩粒土地 蘇聯要移他兩粒 我跟他說不肯 他沒有移 就是他很激 所以我看 日本的這個北風速度 這個問題 尖尖尖尖尖尖 當然這個國際訴訟 都要蘇聯同意 不是說我要求 蘇聯如果不退 在國際法庭裡面 也不能成立 還有一些政治上 有一些考慮 冰島回來 大日本帝國 有北風速度 北海道 本州 蘇國 丘州 跟這個 琉球 琉球 跟日本的中間 有一個叫做獨島 獨島 獨島 那現在是 給韓國占領 那也是在日子 在日子 以後 美國占領後 由韓國去占領 所以這個獨島 坦白說 也是像日本 帝國的 所以日本到現在 他不會放 所以安倍晉三 尤其是這個3月8號 有選佈一個 日本的租販的問題 他要回歸 你看看 這麼久 他才要回歸 我們已經60年前 就是建後60年 我們就已經先發動說 讓台灣回到歷史原點 現在日本到現在 已經萬安幾年 2004年 2005年 萬安八年 我們現在比日本人 他現在才在說 現在 我是覺得 安倍晉三 怎麼會這樣說 美國在後面 美國在後面 在後面 因為日本人跟我們台灣人 以前都一樣 因為戰爭輸一後 老闆的時候都不敢說 還給你 還實施恐怖的佔領 228 白色恐怖 應該說的 你都不敢說 所以才會煙變跟怕力 很多事情 台灣人 在外面 我們所摸的這些人 那些人 他不敢說 他也 遇到中華民國的教養的關係 有時候 他會跟你現在最容易說的 兩句話 第一 中華民國就好好啊 你要改變什麼 第二 你中國不是代言嗎 差不多都跟你說這兩點 後來你就會這樣說 中國大英 沒有大英 都他們家的事情 台灣是台灣 中國是中國 阿扁說的一邊異國 不太一樣 因為阿扁一邊異國 不對 應該說什麼 兩邊兩國這麼對 你聽到嗎 政治上的口號 你注意 我講一次 一邊異國 哪有對 一邊異國 哪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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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扁兩國 哪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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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邊兩國這麼對 哪有對 怎麼會 你聽到我這一次 一邊異國 在政治上 會被 會被 會被拒 flavor 拒造中華人民共和國去 那 兩邊兩國 台灣跟中國就 πε开這樣 这样看好吗 这样我看有楼翘就好了 所以很多事情 你们看报纸都看一半的 你要相信吗 我如果说你们看一半 你不一定相信对吧 但是我跟你说 你来到最后 有很多政治事与 你不一定看我 你口味说 年前 上星期而已去中国 他说16字的真言 他说什么 一个中国 一个中国对不对 对的耳朵 不对的耳朵 没耳朵的是什么 一个中国完全正确 一个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台湾是台湾 跟他无关的嘛 你自己烦恼 一个中国 现在报纸 害了害了 因为你民进党你是中华民国 所以你才会说一个中国不对 因为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共和国 他自己本身是中华民国 跟你的思想差不多 怎样说呢 做一个叛亚帕斯 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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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人说 是中华民国帕斯啊 今天也不是中华民国 他叫什么 CT CHINESE 台北 CHINESE 台北什么意思 中国流亡政府 在台北 不是台湾喔 台北喔 很清楚的嘛 人家全世界 的媒体都跟你说得这么清楚 但是你自己看不见 对 回不过 对 各位 在这种情况下 连前他说 一个中国 两岸和平 两岸和平 他说这样对不对 不管他是说 中国跟金明妈祖 做两岸和平 和我们还是说 要说台湾 坦白说啊 那都无所谓 他说没关系啊 台湾就不是跟中国同样 你要说两边 那是你们家的事情 对吧 他说什么 互利融合 这部就有问题 互利融合是什么 是金明妈祖 要跟他中国融合啊 跟台湾也无关系 对不对 一个中国 两岸和平 互利融合 振兴中华 讲得好 我们不是中华 对不对 那不是中华 啊连前 他不是台湾人呢 他是在中国出事 表明先说是中国出事 他在西安 西安 在西安出事的中国人 所以他是彻头彻尾的标准的 纯中国人 他说那些话 跟你台湾 你不要看 你都自作多情 都自己 我一只看自己去跳下去 自己无关的 拼命要跳下去 像是1972年的上海公报 上海公报说什么 台湾海峡 两边的中国人 再说一次 台湾海峡 两边的中国人 都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唯一 代表合法的中国 美国 得知 acknowledge 不是认知 我跟你说 中文的字典里面 没有认知这两个字 acknowledge 最像 你如果说认知 只有日本 有这样子 其实这个acknowledge 英文的意思就是什么 听到 美国在旁边听到 两边的中国人 说人民共和人民共和国 是代表合法的中国 那是对的啊 那是什么人 台湾人跟中国有关系 对人说两边的中国人 管理屁事 但是 他公布上海公报 是不是大家都怕 好 要把他通议进去 自己无关系 拜託 你不要对号入座 其实美国为了 上海公报 建交公报 817公报 这三个公报 你注意看 里面 从来没有讲过 美国的立场 一声就没讲过 美国的立场 只有说什么 说中国的看法 中国的立场 这很奇怪 大家都看不出来 实际上海公报 817公报 建交公报 通通没有谈到 美国的立场是什么 建交公报 他说这句话 中美双方 同意尊重双方领土的完整 主权的完整 各位 台湾不是中国的了 所以美国尊重 它的领土完整 没有包括台湾 但是台湾看到 走得要死 再说一次 台湾并不是属于中国的任何一个部分 台湾在马关条约的时候 已经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 不是日本 日本天皇 到今天为止 是因为 究竟我们和平条的第一条的米 将日本天皇的权力 把它suspen 就把它吊起来 悬在半空中 到今天还没解决 所以美国的法人 判断说 你台湾人 没有国籍 台湾人没有国籍 其实台湾人国籍在哪 在日本天皇 所以是怎样 我们够美国以后 美国一直跟我们 那不是说 你 要去跟日本共 其实不是跟日本共 你要去跟日本天皇 所以 我们在2010年的9月8日 去美国 台湾政府在华盛业第一次办公室 成立的酒会里面 所以美国政策送人两条堂 就你的在土壁 在土壁 你有看 各位 那两条堂 他都不要自己说话 美国在处理这些 看这些事情 他都不会跟你说 是怎么会跟你说 因为 这个堂里面 你看土壁那些堂 那些堂是代表什么意思 那是房间里面 有一间房子 什么人带你里面 那些房间里面 那些房间里面 这间房子 你有看没有 喂 各位 这间房子什么人在住 天皇 天皇 日本天皇 有人说那两只鹅子 台湾 台湾 台湾是那两只鹅子 台湾人的想象很丰富 美国跟我们说 你台湾像那两只鹅子 不是 那间房子里面的主人 那两间房子里面的主人是什么 日本天皇 这边哪有 那些鹅人 在宣誓 他没有站在旁边 那鹅人是什么人 鹅妈 对不对 欧巴马 欧巴马 欧巴马是什么 美国的总统 不是怎么说奇怪 你台湾就没有跟美国总统建筋了 那是美国总统 因为 这就是传承 公尼杜勒斯 杜鲁门 杜鲁门去签那些 就这些和平条 他后 他 他传到总统 总统就是传到 传到 传到这个 欧巴马 啊 原因就是什么 欧巴马有传 所以 你共和美国总统 选去 就要担到美国白宫的贺电 贺电 才可以去就职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你过去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不知道 我们不可以去担 英国的鲁王的贺电 我们不可以去担 苏联的 总统的贺电 一定要担 美国总统的贺电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那年阿拼 两个床子的时候 阿拼要拣试以前 贺电一直不够 阿拼去问什么人 下心 那个女儿有吗 大大小的 去跟他问 他说 为什么美国总统的贺电 还没有到 下心跟他说 他偷说 所以因为这才下心被换掉 我跟你说这都秘密 但是我说的也不算秘密 因为我都知道 下心跟他说 你的贺电啊 已经放在美国总统的桌子上 你只要 你只要 叫你的选举委员会 中央选举委员会 把你的当选证书打起来 那一张就好了 这个事情 如果中国人都知道 所以那一天 中央选举委员会 要打那些什么 暴动 你有看到没有 哇 你不觉得很可笑 带一个当选证书那里有劲吗 就是那里有劲 那个证书就代表 美国占领军 美国主要占领全国 同意 并且继续担任 藏领军的头头 所以 那时候是叫 那个什么人 那个陈什么人 那个主委 中央选举委员会的主委 大家 那个 不然他说完之后 他也是走 他打 他打一半 我跟主委打一半 打下去 他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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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下去 三十文章不够 美国总统的赫典 送到他 变成 变成 为什么 因为 美国 那些南军 那些中国人 其实坦白说 他跟美国国务员有联络 美国国务员 是跟中央美国很好 美国国务员 和台湾人 是为敌 为什么 我们是跟他建政的 你跟今天 都不知道这个经过的情形 只有一直想说 你建议建议 你建议在哪 你是东西 日本 就是我们台湾的 日本宣布建政 然后 国务员 恨的是台湾人 所以国务院 对台湾人 非常不友善 我现在说 明天我电话又到了 我以前 我以前 每一次 你在外面说的时候 我都 我电了 他说 叫他跟我说 你不要再骂国务院了 我不得意 我没骂不得意 我没骂你都不知道 对不对 你不要跟我拍手 因为 我没骂你都不知道 你就是美国国务院 对你很好 其实 对我们更好 有什么人你知道吗 美国国防部 国防部 国防部 国防部是怎么对我们好 USMG 美国军事政府对我们好 美国军事政府 它是叫法律来 所以 美国军事政府对我们好 但是国务院是对我们不好 但是我们现在 台湾政府的大事 在美国是要跟什么人接触 要跟国务院 要跟国防部接触 所以 所以我们四月二五 要跟国务院 就是要跟国务院说 你也差不多 我让你践这么久了 你要把中华民交走 我们已经不爱中华民国 但是美国 每一次就跟你说 你不爱中华民国 你几次的选计 都延续中华民国 说这也没错 我们真的很退 对不对 但是你不清楚 像我刚才跟你问 棒球赢 我真的有机会 待会我再给你提 用北洋的问题给你提 所以你听我的演讲 你要小心 你不能听我都听得不清楚 你要很小心 我的讲话里面 有很多的陷阱 你要听得好 你只保持 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 台湾是台湾 就对了 所以基本上 现在美国的国务院 跟我们为敌 国公1940年 12月催促 逢早 珍珠港 我告诉你 那当初 三本五十六 只会这边的逢早 但是他的舰队司令 是南云舰队司令 南云舰队司令 为了要保持他的建功 他说他派飞机去炸 珍珠港的时候 他的飞机没损失 路边 他为了要用美国的舰队 舰队 舰队 他发现舰队 在半路的时候 他派飞机 要炸 他飞机一直在炸 民主说到底要用鱼雷 还是要用轰炸的炸弹 很可笑 那个南云将军 他有一个决定错误 那当初 他那当初 珍珠港 两个地方把轰炸 不要去关航空母舰 今天在日本而已 什么地方 第一 焦油 那个油口 那个油口 一粒一粒粒很可笑 你带一粒粒粒就帮下去 一直会连锁反映 那个焦油 是供应太平洋舰队 八个月的油量 它没带到 第二 他的造船厂 船屋 那个造船厂 让美国在天地的时间内 马上飞回起来 因为损失了 他马上製作 加那些官官 中军冠和非法 所以他建设 所以当时 坦白说建政一定要用你的头脑 当然现在我们没有做建政 我们台湾人 我们没有建政 我们不用 用策就好了 策就是国际法里面 宜说什么 现在说三次 国际法 我们叫国际法来 每一行都要叫国际法来走 一步一步来走 我们就会成功了 所以 因为日本人 你知道日本 在第一次世界之前要结束的时候 你知道日本有几家的航空母舰 二十九价 中国现在是怎么 没半价 是怎么说他没半价 他那些是好看的 那些是装潢用的 张灯结彩 装得很漂亮 你看中国的航空母舰里面的官兵有几个人 一千个 美国的航空母舰 这些航空母舰里面有几个人 有六千人 你中国的航空母舰 一千个人 他一天要吃多少食物 十斗 一天要十斗 美国一天要吃多少 六千个吃多少 十斗 八个啦 但是他人一千个 这边六千个 中国人都在吃 所以你看电视里面 都在跟你说 怎么吃 有吗 夭壮 都在叫台湾人吃 叫你不要买这些政典啦 我跟你说 有的人说 反正政典 我就没有插政典了 各位 你没有插政典 政典要插你 我跟你说 大家都不理解啊 别管啦 台湾别管啦 你若台湾政府这政典会扣那些税金 扣得那些多 不嘛 免税也不是 你用担任你怎么担任 当然 我现在没有叫你抗税 你要记住 你现在是怎么说 没有跟你说 叫你抗税 因为 中华民国是台帖美国 军事政府 担任台湾 它是叫做台湾关系法里面的 台湾authority 台湾当局 你说到美国 实在说 它是很可恶的啦 庆祝难输啦 我说呢 第一 你美国有关台湾人 他就跟你分了 他说people of 台湾 就是说 本土台湾人 这是什么土台出的 就这张和平条的 就这张和平条的 上海公报 那这是people of 台湾 独独在台湾关系法里面 people of 台湾 people of 台湾 是本土台湾人 我们在座这里都本土台湾人 people of 台湾的 在台湾上面的台湾人 不怪 妈英九说 我是台湾人 明明他在香港 还是深圳出席的 所以住在台湾这个土台的人 他都说他是台湾人 所以美国是怎么说 你不可以公投 台湾不可以公投 有关台湾主权的问题不可以公投 这很简单 台湾主权不能公投的法理上是什么 不是说我去睡这间房 我们整个都住在这里 我有住10个人 我们10个人说 来 10个人来公投 看这间房 明天再往哪里 可以吗 可以压手 不可以压手 你没压手是什么意思 可以压手 你如果说可以压手 我明天去住你们家 我跟你说 我也跟你公投 所以台湾不可以公投的原因在这里 因为台湾这个土台有两种人 第一 people of 台湾 本土台湾人 第二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 你两种人住在台湾要公投的时候 到底听谁的 听谁的 你说听台湾人的 你有证明吗 没有 你拿新闻是中华民国的身份证 对不对 各位 我是高级公 美国要叫我们41万的新闻证 很有可能 谁敢说 你台湾人公投 这公投是什么 有台湾身份证的人 才可以公投 总算你们聪明了啦 收尾报 如果台湾才可以公投 那他拿中华民国 他说 我们为什么变成公投 比如说 他们你们是中国人 对吧 你中国人 对不对 当然拿台湾政府身份证 才是台湾人 不过 你卡165的时候 16有什么 16就是诈骗 反诈骗专线 有啊 你卡住 你跟你说什么 人家的 现在都开始人家的 刚才开始很明确跟你说 台湾民政府不是诈骗集团 跟你问说 你还有骗钱吗 没有 我们怎么有骗钱 叫你们高级给我 有没有 没有 是不是没有 有的请你拿手 你如果给你骗一块 我赔你一千页 你不要贪一千页 你怎么说 因为你就没有 你就卡住有没有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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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反诈骗子来跟你说什么 他说 台湾民政府 不是 合法组织 但是不跟你说非法组织 为什么要合法 我没有向你中华民国定義 现在是中华民国 向南定義这么对 他不是政府 他是流亡政府 他是流亡政府 蔡英文说你们都听有 但是蔡英文很高兴 后面美国不要支持 就是要选去那年 10月11日 在高雄劳工中 他说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 是台湾政府 我没有跟你骗 我在谈判的时候 美国的代表 回家 用美开头 也一句话 一定落选 刚开始的时候 他去美国的时候 他没有去国防部 他是去美国国 国会地球办公室 两个人面谈 面谈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说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美国很高兴 哦 林总会董了 回来 換这句话 美国说 这个人是两面人 所以 美国绝对 美国绝对不支持 民政党的观念 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也跟你说过 蔡英文去美国 在演讲的时候 他说 我们要给中华民国 空间 他这么说 你会给什么 给中华民国空间 谁给台湾人空间 我们和新闻都没有 你和新闻政都没有 你连护照都没有 你拿的都是中华民国身份证 中华民国护照 你没有给我台湾人空间 这是我们要要求的 现在一直跟美国说的 今天 我们去这个地方可以最后 外面没有人敢阻挡我们 没有人跟你说怎么 外面很简单的 国制法 其实国制法里面 台湾如果不要去走不走 老老早早 台湾就已经变成一个 可能会马上变成一个 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 叫国制法里面 一定要附属在日本天皇底下的 特别行政区 世界上有很多例子 掘给人 土地掘给人 那些国家 当然现在不能回到中国 因为它完全割让 可以回到日本天皇上 可以回到日本天皇上 可以回到你 会变成一个特别行政区 台湾人自己管自己 台湾人自己管自己 我相信台湾人的思想 就會不一样 你因为怕 怕你 中法民国制度里面 这个官员 他做一天算一天 他不知道名字是怎样 包括台湾人 去做中法民国官员 也是同样 他根本就不知道 中国人他在台湾 我知道有跟你说 你的身份政 你的身份政去用做旗号 你也不知道 你的身份政已经很明显跟你说 你的身份政就是建拜国 你是日本台湾的建拜国的公民 的国民 只有他们中国人 才有好享受优惠的条件 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 那些中国人 走路来台湾 流亡在台湾 流亡在台湾 流亡在台湾你也更客气 我们去人家 要做人家的时候 要抵一碗饭 你不用看 那些老爺 那些储主的民生吗 那些本人有跟你说 在人家早上你做客 一碗饭吃了 人家要吃第二晚的时候 就要看 看人家煮人的 鸩性 或是人家要抵抵 那10点去抵抵 不 这中国人不是不 同样的 他要公开给你 吃你的 吃你的 住你的 觉得应该 他说他保护台湾 你把警察看 建政院里面 什么时候 那些中国人 保护到台湾 823炮战 炮战的炮战 攻击的什么人 金融呢 金融跟我们 不是我们的 要金融 拿拿去 自己没关系 金融是中国人的 中国人在保护金融 是他们家的事情 说实在 搞建立危机 中国共产党 没有打台湾 有 有一年 1996年 有一个飞弹危机 有啊 美国派两架 航空母航头前 后面枯起来 但是中国 不敢用真的飞弹 他用空包弹 为什么用空包弹 美国说你好大 你如果用实弹 美国就把他选择了 所以 李政卫 揭露 他说 用空包弹 什么18班 什么 18班的什么 什么 劇本 黑白的说是对 其实你如果 插战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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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拍照吗 你是日本啦 我们把他选择的啦 我们把他选择 说48小孩要消灭 你说你怎么那么有力 因为 你知道潜水艇吗 潜水艇 中华民国四驾潜水艇 第二十岁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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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那是铁棺材啦 当时点燃我们扶的起来买 日本的潜水艇喔 听好喔 他现在 他的工程都自己做齁 每一家出来 服役 就是 开始运作齁 服役一年 收起来 放在横须 把它放起来 是怎样 退役 退役 你什么都要退役 一年就退役 中华民国一家用六七十年 还没退役 国际 日本人很聰帜啦 对于是世界代理他后 他都就说 他有一天又币上去 所以现在在行驯后 保持的航空母船有几隻 超过一百二十隻 所以日本的智慧队 海军就会说 公开跟中国说 你刚才拍的完 船船 這個潛水庭 出動了 十隻就給你消滅 各位 最近安倍晉三說話不一樣 安倍晉三他說什麼 他說日本的租款要恢復 真的就對了 大日本中國的租款到今天市區 掛到四分五裂 當然 我們不一定說 就要變成現主席日本的政府 但是日本天皇我們尊敬過 以我們的表面上的精神領袖 但是實際上的權在我們的手頭 他只要 到現在為止台灣總統府的官網 還有官制 冠責 還有呢 只要他任命親切一個人做總統 我們台灣人的國籍馬上就出來了 所以美國就是往這個方向在努力 這個美國要努力為什麼 他要先讓台灣人知道 所以他跟我講 你要先去教他給台灣人 讓台灣人都罵 罵以後 你台灣人這麼多要選舉 我也要讓你選啊 但是 但是 後來的選舉 跟現主席這個中華民國貼貼的選舉 就完全不一樣 美國人現在你盡量幫忙 我們也要配合 我們要配合 第一 我們不必不必跟中華民國直接對抗 你中華民國是一個流氓政府 你抓萬他都會離開啦 抓到萬啦 萬別萬到當時 萬到說 像杜倫說的 讓太平洋地區的和平 不會再有問題的時候 他就要再解決台灣的問題 我跟美國說 我們太平洋地區已經恢復和平 尤其是中華民國在 去年的6月29 和中華人民國簽了ECFA ECFA在建政裡面 這個ECFA簽名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代表說 兩個內建內戰已經和解了 過去中華民國要回到中國 他說沒有要回到中國 因為中國會跟台 現在簽了 簽了要怎樣 你可以回去 所以表面上看起來 ECFA簽了 對台灣非常不利 那都不是對台灣很不利 是對中華民國不利 你台灣什麼關係 6月29號ECFA簽了 6月30號米軍就一次了 36年後 第七艦隊離開台灣36年後 米軍頭一次 那是政策 政策定力 去接青春工 去接收尾 所以ECFA簽了 對中華有什麼賣出 沒有啊 我們台灣政府 後來接到政權以後 我們的馬上說 那個ECFA已經簽了 中國人都回來了 它的內容 看我們反應不反應 所以我告訴他 中國人 在我們台灣 我們把它當作 他是另外一個國家 他是外國 跟日本人 跟美國人 在台灣同樣 同等待遇 你也不用看他不去 但是我唯一 我比較顧慮的是 我們台灣的人種問題 我們台灣現在看起來 這個民情 跟他們那個中國 西中國看都差不多 你說要改變嗎 要這樣 要怎麼改變 很簡單呢 我要來東歐 比較散的國家 很多啊 白人的國家 金湯門的國家 18歲以上到22歲 請你來台灣賺錢 他現在給中國人 來台灣賺錢 補助他一個月三萬塊 有嗎 有耶 我們現在去歐美 跟他說 來來來你賺錢 我給你五萬 你如果結婚 我 把房子還給你 放大 再過 後來 我們的後來都金湯門出現了 中國人來 又奇怪 這怎麼台灣 都金湯門的 都說英語 再也不敢講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對不對 但是喔 這是 拍手的都是老先生 你們沒有機會 你們的下一代才有機會 奇怪喔 奇怪 這是TVBS 那個 你們看喔 TVBS 做的 只出現一次而已 再出現一次而已 你看喔 TVBS 六月三十號 前年的六月三十號出來 只出現 只出現一次而已 只出現一次而已 很清楚有沒有 你怎麼看 你都沒看 做一次你覺得沒看 這 美國跟我說 說 說後 我肯定把他找 馬上找到 你看看喔 各位 還有 會啦 怎麼會不會 好啦 網路拿就有了 TVBS的網路 不是黑白說的 你是空水母子 有啊 這裡有政運 有啊 你看看 各位 再來 很多現象 已經代表說 中華美國要結束台灣的戰 第一 最重要的 他的聯勤總部 後勤 撤銷 軍隊作戰 不是部隊 最重要的是什麼 連勤後勤 你朋友在前面戰爭 沒有飯好吃 朋友在前面戰爭 沒有子彈好營 他撤銷 你想說中華美國還會戰爭嗎 啊 沒有戰爭 所以台灣人本來就不用做兵 我這樣說喔 我今天接著一個傳真 一個講喔 啊 秘書長你說台灣人不用當兵 啊我的兒子剛剛接到 兵單 兵堂 我不是說現在馬上不用做兵 對吧 不是現在呢 但是喔 但是喔 他中華美國有選佈了 七十三年 到的 現在只做四個月而已 你看 後來四十三年也不能讓四個月 也不能做 你怎麼可以做兵 你給他戰爭 不得已轉主權 你不能叫我當兵啊 當兵 請問你要效忠誰 我問你要效忠誰 中華民國 你不是中華民國的人 你要效忠中華民國 所以我們台灣人 腦袋不清楚 真的 所以再說一說回來 你剛才看到那個 第一次鑑魚 再來憲兵要出銷 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母隊的路口都拿著 讓他一步一方面在拿 那台灣人還說五五五五 還不想來受訓 不想來申請 不想來申請申請 到有一天 有一天 美軍政事一敗 不符了啦 那時候我們的選佈 現在是中華民國的 佛政事務所 都改造台灣政府的佛政事務所 但是從那天開始申請的 都不用錢 你說我得一千塊 我貸行申請 我就撈去了 不用擔心 我們的議長 我們的那個 那個 那個國務總理 有說過了 凡事 凡事 在我們台灣政府 生立的依情 申請台灣政府的身份證 後來行你五杯 這樣好不好 好 有人不拍手你不要行 你去高雄一千高度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我們講到一定會做到 要人家說 五千塊 你要行 你要怎麼 白銀丘 消費券 三千六百塊 兩千三百萬人 都總有 我只行你五千塊 只有四十一萬人 有困難嗎 你是很看不起 對不對 連錢你那些財產拿著 你就夠了 五千塊 五萬塊就有 五萬塊不是喔 我是開玩笑 你不要說 現在跟這個 這段落起來說 我說五萬塊 五千塊 五千塊而已 我是開玩笑說五萬塊 沒有啦 沒有啦 真代表 真人都熱貪心就好 一塊的新台幣 要換一塊的正台幣 一塊的正台幣 定義美金一塊 三十倍 五千塊 哇 哇 我告訴你 不要那麼貪心啦 你雖然你知道 你會要來生修 你不要貪到那種程度 四可兒子啦 好嗎 好 你自己說的 四可兒子 五千塊 五倍啦 我還說五倍啦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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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回來 你從1952年 4月28號 四月二八 那天 就這段和平台灣的生效 這段和平台灣的生效 這段和平台灣的生效 東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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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美國跟日本說 叫他要跟中華人民 中華民國簽一個日華條約 日華條約 日華條約又稱為台北條約 台北條約裡面的第九條 他說 日本政府 將台灣人 我們這裡都是 日本的 日本天皇的國節 日本天皇的國節 他說 但是日華條約 將我們台灣人 都視同 眼睛看起來 跟他當作說 是 中華民國國節 中華民國國節 什麼時候 有的 是1946年1月2號 行政命令 結參至0397號 所有的台灣人 從那一天 就是1945年10月25號 那一天開始 集體 就是隆重 規劃為中華民國國節 他宣佈之後 他們跟美國 在三月 八月 九月 三拜 空氣 等一下 1946年的時候 和平條約還沒有簽 沒有人知道 台灣會交給誰 所以和平條約沒有簽 你不能把台灣人 變成 中華民國國節 那時候 蔣介石 在東京的時候 發起一個電論 跟 佔領軍說 他說我們為了 統治方便 所以 美國占是沒有說話 因此 在1952年的四月二百 古金山和平條 生效的時候 那時候 日華條約 在九條 中華民國國國 日本政府 北九發起了 台湾人 只要 視同 中華民國國 但是 1972年 1972年 他跟中華人民共和 建交的時候 建交的時候 他將 日華條約 廢棄 你說奇怪 他剛才不是說 條約不能廢棄 條約不能廢棄 但是 你如果原來 條約裡面 有規定說 什麼時候 把你生命的時候 就可以把條約廢棄 因為 那個時候 日華條約裡面 有一條 跟你說 雙方如果要取消 日華條約 一定要在一年之前 通知對方 所以 日本政府 一年前 統治流亡的中華民國政府 說 馬尼 這個時候 我要將日華條約出銷 所以 出銷以後 日本人 已經不像 台灣人 動作是 中華民國的國節 所以 安倍晉三 現在你說的 就是你說這些東西 既然 日本政府 但是這個日本政府 不是我們的政府 搞清楚 這個日本政府 是已經 被改過憲法 第四條 在多九條的 日本政府 他聲明說 日本 主權 他開始要恢復 日本現在還不恢復主權 表面上看起來 他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但是他的主權 不完整 北方市還不回 獨島還不回 台灣還不回 澎湖還不回 新南群島還不回 日本 我們第二次世界 到今天為止 這些土地都不會改過 沒有一個改過 沒有一個改過 而是 這邊 要改過這個問題 什麼人先發起 我們台灣 怎麼會 我們先發起 所以我們後來 在日本 第二國 我們就 只居於領導的地位 你都要聽我們的 我們發起的人 先發起的人 先發起的人 對不對 對不對 開始 我們已經知道 台灣的地位 知道日本的 現場是日本的地位 要怎麼走 各位 你一直在看我們的文章 我每一次都在 我們的台灣民政府官網 你知道嗎 台灣民政府官網 你只靠台灣民政府 我告訴你 你全部看五來的台灣民政府 你會回去了 有的台灣民政府 都在自己罵 什麼人也要設立台灣民政府 但是唯一在我們自己的官網 官方的網站 就是台灣民政府官網 台灣民政府官網 我們每一次的消息 都會公佈在台灣民政府的官網 所以你一定要給我看 台灣民政府官網 你有看 在這個地方 你給我看 左邊就是台灣民政府 你出帖 你不用 我都幫你出帖 好嗎 你在我們這裡參加 投機班 我就幫你出帖 好嗎 你出帖 你有一個號碼 沒有帶到的 有帶到的 沒有帶到的 有帶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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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帶到的 你哪一週的 對一幾位 新竹州 姚州長 姚州長有來嗎 蛤 人都有本耶 人都沒有本啊 人都沒有本啊 那個 蛤 沒有明白這個 蛤 蛤 我告訴你 那個 missions 收到的 你要找你的支柱 在你的支柱的城区上 他要發給你 他要發給你 因為各位 我們台灣民政府給你設定 你有什麼管理 因為你有密碼 你就可以進到我們的討論的網站來 臣民對談討論來致 你可以在那發表你的文章 我看到的話 我會給你回答 其實現在都不用我看到 我們的童心很厲害 開始都可以替我回答 因為我們的童心有看著 看著這邊是新台灣論 有新台灣論你們有 沒有的 都有 有可能我會相信 沒有的 有啊 都有 有可能說大家都有 沒有 我跟你說 你們要買的 我再說一次 真的要買 不然台灣的論述這麼輕 你是要怎麼 你不要現在買 我在上課 來 來 聽我這裡 我想說要叫你們買那本帳 因為這本帳裡面 我只剩下兩點前後四點前後 你沒辦法通通了解 因為這很輕的 我就位頭一步一步 可不可以說 不是日本已經放棄台灣的租款嗎 你以前沒聽到對不對 沒有放棄台灣的租款 沒有 第二條 日本 日本沒有全部放棄 你看看 你只看著 就這樣和平條約第二條 你就知道 日本沒有全部放棄 那個後面沒有加S 你看 我說 我說 台灣這個 以前不是殖民地 是一個領土的 日本的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的 你只要比較 你只看這個 就這樣和平條約 同時 你可以看 194千年 2月10號的 義大利條約 來 義大利條約 好出來 23條 義大利條約的23條 對義大利 Renunces all right entitled to the 那個 索馬利亞 各位 一樣放棄一堆土地 為什麼 義大利 對索馬利亞 只放棄 right 跟title 沒有claim 完全就是 殖民地 跟 神聖 不可分割的區別 只有領土 才有claim 主張 在國際法裡面 很清楚 你只要這兩個 條約和比較 你就知道 原來日本 台灣已經是 日本天皇的土地 territory 神聖不可分割的 已經不是他的殖民地 我所說的 在這裡上課所說的 每一句話 隆重是法理根據 沒有一句話 是我自己編的 是我的感情 作祟 所說的 很清楚 所以到經歷為止 我們在全世界 沒有人有辦法 反駁 沒有人有辦法 辯駁 沒有人有辦法 辯駁 原因在這裡 因為 特別說 花了很多功夫 條約 讀很多 每一條條約 以前到現在 巴黎條約 什麼條約 我都讀 不是讀中文 讀中文就死了 我告訴你 中華民國 那裡都記得 你讀中文 你讀什麼 第二條 日本 日本 日本放棄 台灣主權 改革 什麼時候放棄台灣主權 簽那個條約的人 叫做吉田茂 吉田茂 在1963年 出一本書 裡面 他說 吉田茂 名字叫做 The World in Japan 2003年 裡面 他說 我日本政府 沒有放棄台灣主權 我只有放棄台灣的 管轄權 日本天皇 交給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有管轄權 所以 由 西拉蕊說 尖閣群島釣魚台 那句話 你就可以了解說 釣魚台主權上的 日本 西拉蕊他說 日本政府 政府擁有 釣魚台的 管轄權 但是 對於釣魚台的主權 立場 美國 不表態 很清楚 你知道 租環 和管轄權 是不一樣的 同時租環 要在什麼人手上 日本天皇 今天 我們台灣政府 台灣民政府 就要恢復到 歷史的原點 一切都叫 健全我來講 所以 有人會說 他會說 你的主張 是不是 要變成五十一支 NO 台灣 絕對不能變成 美國的五十一支 如果要生病 什麼人生病 報道理局 報道理局 是 官党 古巴 跟菲律賓 古巴已經獨立了 菲律賓也獨立了 但是 報道理局 跟古巴 是殖民地 我讓美國 仍然保持 殖民地的身份 殖民地的身份 美國如果佔領 在美國的現代 就是變成 它的 未合併的領土 台灣本來 如果是 殖民地的時候 台灣也是變成 美國的 未合併領土 但是 因為 1945年的四位 民治憲法 在台灣實施 以後 台灣的新聞 徹底改變 變成日本天王的 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但是有的人說 你八月十五年 你四個月 四個半月前 全婆 有尊勝 各位 你的結婚證書 哪個早上結婚的 今天有尊勝嗎 你要取消可不可以 可以的請舉手 你如果可以 我去跟你們母親 跟你們 我跟你們 不可以 結婚定期的 就是定期的 如果要結婚 按照 程序來 對不對 一樣 今天 他叫 四五年四位 日本天王選佈 他說 你不讓全世界選佈 抱歉 國內的事物 他不用向全世界選佈 他只要萬國公法的規定 說 你如果選佈 憲法刺刺 你就按照 萬國公法來 接受萬國公法的保護 很簡單 所以 什麼人要跟我們變 沒有啦 沒有對手 這個要討論種的 不是討論的 你如果討論一項 你就死 我告訴你 我沒有跟你騙 念書 不能只念義家 我告訴你 就這個合謀條的 第二條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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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那個英文 你怎麼反應 我告訴你 在我笑出來以前 沒有人反應 第二條 第四條 第四條 那個英語 我一次一次 一個字一個字 把它拆開 你看看我們的 台灣戰爭史回顧 等一下 第幾批 第二條 第四條 第二十三條 你們回去一定要看 那很經典的 我所謂的 他分析得很清楚 這是要歸功於 我讀讀台東的英文的老師 不是讀建長的 建長的老師 不用 沒有歸功他 因為建長的老師 不懂英文 阿家的英文 中國人 我英文 我就會記得 假如我剛才讀台 第一天叫英文 都嚇到 因為他聽到英文 我聽不到 我 建長 我身體那麼好 一味 聽不到英文 我嚇死了 英文怎麼變成這樣 我問我旁邊 你聽得懂嗎 你聽得懂嗎 沒人聽到 我安心 所以 都靠自己 但是我的文法 的訓練 是我在台東的時候 我的英文老師 幫我訓練 那很厲害 但是 我的英文老師 他有一個綽號 不太好聽 你要知道嗎 我說沒人 你聽得懂嗎 因為 我的年紀 差不多五十幾歲 都知道台東有一個老師 你們知道嗎 台東 台東 台北的台東 第一紀元 你台北人嚇到 好啦 我告訴你外的老師 他是貴心 他五二岩貴心 他的綽號叫做黑鞋 我台東 我那班 三個老師都很有名 一個叫做 馬鞋 馬鞋 很壞 一個叫做 牛頭 還有一個叫做 黑鞋 這很沒人 憲本 為什麼 我們都給他 這個綽號 夭壽 我跟他說 我從小時候 我的屁股 我全班 頭一個開花 那個人 那個馬鞋 是我的阿姨 頭一個開花 我給他看他 他前一天來接班主任 班導師 做班導師 剛才開始 什麼人都知道 大家都來開工 我現在說 我前一天前 我人小孩 來來 到前面來 不敢問兩個 我會想起 我是怎樣 他都要跟你解釋 他說 誰叫你是我的孫 他說 台雞教教 不過 好 知道 有餘 我們一班 我們一班 六十個 你知道條件中有幾個 五十一個 厲害 很厲害 好 你們拍手 我這麼奇怪 拿我的阿姨拍手 就對了 還是拿我的方文 兩個 不過 我親那些人 童不太多 我初中的時候 好 知道 有幾個 這裡可以調 建中 我們一班 五十一個建中 很老的 我不騙的 現在你要找 對找那個 不過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 是小學比喻 所有第一支 我的小孩 叫到底 所以那不夠 然後 還有 高中的時候 也是這樣 所有好好的小孩 在建中 所以建中的小孩 我打建中的時候 他沒說 我自己 有自卑 我想 大家都 讓我討論 大家在學校都怎樣 你知道嗎 大家都說沒討論 沒討論 沒討論 我告訴你 那都是 騙你的 你如果真的對他沒討論 你絕對落地 真的 我沒辦法 你如果對他說 你也沒討論 你回去一定落地 沒有的 小孩比較高 人家說沒討論 你都沒討論 其實都 不是都拚得很大 我也一樣 回去都淘汰 建中 表面 表面 所以建中的小孩 很兼職 沒討論 很好 請我一種 好來 繼續說 古今山好朋友 簽後 這個古今山好朋友 要簽以後 中華民國 美國在那個 1945年的九月初日 的一半明年 第一號 中華民國來代替 這個美軍來台灣 美國派軍艦去接來 接來以後 他開始在台灣通敵 他的通敵 他的通敵 是只有關閃 而已 1949年的12月找什麼 中華民國 流亡在台灣 因為1949年的10月找他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北京 宣佈政變成功 和關照 關來在台灣 所以 那時候開始 中華民國 是兩個代表 第一號 第二號就是 劉王政府在台灣 跟羅尾 因為劉王政府在台灣 這兩個合作 大陸分不清了 所以他來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 中華民國 帶兩個組織來 第一號叫做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另外一個叫做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雖然名稱不一樣 但是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就是中國的台灣軍政府 台灣民政 行政長官公署就是 中國的台灣民政府 簽名地區 簽名借 一定要 主動來協助 當地民政府 成立 這是我們警力 我們台灣民政府 可以在國際法裡面 成立 成立 而且這樣擴大的宣傳 不斷的宣傳 沒有人敢跟我們 延長的援援 對 現在開始 你們有感覺嗎 你們內心 你們開始知道 台灣民政府 就要在美國軍事政府的承認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跟美國軍事政府 都在接觸 有在聯絡 美國軍事政府跟什麼時候 跟我們聯絡 我們在20000年 10月20日 控告美國以後的百年 美國正式 它的國防部 它的CIA 國家安全會議 跟司法部 開始在跟我們聯絡 跟我們聯絡的時候 就跟我們說 你們到底需要什麼 我當然要需要 一個很公平的待遇 我台灣人在台灣 我不能拿到美國軍事政府 法的護照跟琉球一樣 這樣不對 我怎麼變得去拿中華民國 我就不是中國人 我不是中國人 我為什麼拿你中華民國的護照 不對嘛 所以 因為 你要知道 中華民國 在我們台灣 它是僅僅是代表而已 但是因為 EKFA簽了 我就正式跟美國說 你要把他趕走 有人說 中華民國 你要趕走 是怎麼趕 很簡單 第一次去拿 馬煙球 請上飛機 才會怎樣 這樣而已 不免結名啦 美國當時 處理菲律賓也是這樣 菲律賓 飛機降落 那個什麼 馬可視上飛機 再去 跟那個那個 夏威夷 這樣而已 有簡單嗎 美國在處理這種事 非常簡單 就是用自信機 當年 紅山軍的時候 美國也要派自信機來接阿旁 你怎麼知道一個秘密 紅山軍當你穿的時候 施明德說 他要衝進去 中統府衝進去 陳水扁營島 陳水扁營島 來跑到沒辦法 和穿就跑到 人家靠地去營島的時候 斬水扁 自己接下去 那當時是這樣 紅山軍的時候 路邊 紅山軍就是叫化解什麼 是美國跟化解 美國跟施明德說 你不要衝 事件之過後 我讓你到美國來訪問 所以就要施明德去的時候 施明說 我到美國醫治肝病 有嗎 冠冠 那些是台灣 中華美國的醫院 我們台灣的便宜真好啊 所以美國醫治肝病 你都不要看 那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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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他決定說 在行肌 要降落 那當時真的衝進去 他馬上要用斬水扁給他製造 那當時李雪人的消息都錯誤了 李雪人只想說 哇 走的我往後要做總統啊 笑的啊 美國不要評估過 美國評估說 阿扁走 台灣的局勢會亂 所以美國說不要 不可以 把保持 現在開始呢 我們現在往這個論述 他後 他是阿扁是中華民國的總統呢 他中華民國的總統 他在亂是中華民國呢 我們台灣政府呢 我們本土台灣人的政府呢 所以 我們這個政府 美國是只跟你要求 你們要無縫接軌 所以 我說幾個禮拜 我們不必跟中華民國直接對抗 你不要說會贏的狗 教授局 民進黨 國民黨派人在我們這裡想的 也有啊 他會說奇怪耶 我們在往後 在便當洪渡 叫人來聽 英國沒有人來耶 你來這裡就要交錢 還交這麼多錢 還這麼多人耶 他不會怕嗎 怕事 我跟你說 各位 你是不是自己來 自己來的怕手 給你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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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這是差別的差別 因為你們爸爸先知道說 這個對 到現在還不知道說 台灣民進府 台灣政府是政客的 那種人喔 吃那個東西就好了 真的啦 這個 我還不知道 那要不要介紹 現在外面都排隊了 我告訴你 不用煩惱啦 不用煩惱啦 因為我以前有說過 差不多六十回以後 那些政黨 就開始一個人來這裡排隊了 已經開始了 我沒有被騙 因為我們有說過 政治倫理是台灣政府後來要堅持的 各位你們是五十一回對不對 無關他多厚啦 如果這次 我是五十一回以後的啦 要排隊 五十一回 排隊 你們排隊頭前啦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沒有派手要排後邊 我告訴你喔 政治倫理 阿伯總是台灣民進府 台灣政府要堅持的 怎麼說 因為台灣阿伯沒有財務了嘛 怎麼就這樣你落後 你現在高的那些人都是財務的嘛 財務的嘛 你如果落後 不用財務 阿伯你做政府官員 政府 做一個人 跟你說怎麼做你就怎麼做就好了 很簡單啦 不用回去 簽字而已啦 都上網去看啦 因為台灣人 都當台灣人了嘛 就不會分錯難綠了嘛 我們不分難綠 我們是台灣軍對不對 台灣人的個性我很清楚的 好成心平說過了 怕愛事 愛錢 愛做歌 但是 人家說你愛做歌 你一定要回一句話 我如果沒有愛做歌 台灣人要怎麼樣 對不對 他記得 你愛做歌 拜託你做歌 希望你做歌 你要做好歌 不要財務 財務一定怎樣 財務一定怎樣 四行 你會 祝禮什麼祝禮 我告訴你 你的薪水 我告訴你 絕對現主席 現在一般 現在看起來 會差不多兩倍 還是三倍 因為我們沒有用那麼多人 所以我告訴你 你都要有電腦 你現在最過程 你不要電腦 一定要拜託 要去有電腦 好嗎 因為後來都用電腦 所以所有家庭 政府都配搭 一支電腦在你家 要辦什麼事情 你上電腦 不不不不就解決了 不簡單嗎 不用浪費那麼多工夫 都說台灣人 台灣人很好講話 對不對 台灣人都很老實 對不對 台灣人不說白菜 對 是中國人在說白菜 中國人在不老實 拜的台灣人 希望建立一個新的文化 日本 出離台灣的時候 一九十五年 一九十五年 一八十五年 以後跟中華民國 來台灣 來台灣 這兩國的時間 裡面 台灣的犯罪力 零 沒有人犯罪 沒有警察 沒有軍隊 那沒出錢 九年 那個子媽媽 海嘯的時候 日本人怎麼樣 照幾機 白隊去買東西 那個 百會公司 還是7-11 如果整個人說裡面可以 第十個 九十個 停 他就外面在那裡 有的人因為這樣 白隊 搖死去 他甘願搖死 他就不會插隊 我們以前的台灣人 就是這種的人 我們跟今天都不一樣 現在說 貪務的貪務 要貪小便利 貪小便利 不然是國外 來這裡感受 台灣民政府 來這裡都幾幾幾就有了 我覺得便租的座 也都有得 沒有人會拿 手機壞掉 也沒有人會拿 那兩天 上期 在路上 撿了一百塊 問幾天 都沒有人買 新台幼上面 沒有什麼 就這樣 誰會 都沒有人會 怎麼會 所以你們好起來 跟胖鏡子 沒關係 有夠 沒有耶 自己拍手 所以我要跟你說 就是 你們後面 如果同樣 你們這期受訓 他還要 國際班就是月底 二到三十三十一 一定要先報名 我先跟你說 不然你就 拿去後面去 拿去後面 拿去後面 那時候 他還沒的時候 你還在後面 所以要先給你聲明 再來一點就是 我們在這裡受訓 沒辦法跟你說 說得很多 所以你有時間 你在網路上面 都實況轉播 你可以多看 有時候聽不懂 你知道 你聽幾句 國際聽幾句 切聽來看 你才會知道 我們現在 台灣民政務 在我們全台灣 六個酒裡面 都有設辦公室 中部 那六個酒的中部 我們不營業 但是讓你去喝咖啡 但喝咖啡要六錢 因為咖啡刀要錢 對不對 對不對 咖啡刀要錢 要錄五十塊 因為你說 你在中部錄三十塊 那為什麼 國際會就要錄五十塊 因為你國際會錄五十塊 我們沒有工作人員 你錄五十塊 雞肢十塊 掃頭腳 把你整一杯 這樣要嘛 對不對 這樣說得不好 要洗什麼 叫你出錢 就是沒有說得 沒有叫你出錢 沒有那些吃免費的 喝免費的 我們在這兩個事情 說你在那裡 你喝咖啡 抓杯子 你如果喝喝的 不要亂打 要拿去 垃圾桶 我剛才跟你們說而已 道餅 我再去起來看 我們杯子 都喝不完一堆 閃湯這樣 浪費 要喝不完 要自己放放 所以呢 所以 我們的國酒的這些辦公室 是反映大家去使用 那裡有很多資料 你也可以叫你的朋友 帶你的朋友 我們國酒的辦公室去坐 這個 可以讓大家都知道 我們時間很簡單 以外最新的 你帶他來 我們每一堆裡面都有 援槓 現在一堆裡面 一禮拜都有兩天到三天 可以援槓 我們有工室都會去援槓 我也是輪流 在國酒 我會去援槓 所以 現在 要拜託我們國委 尤其是 國酒 我平均 差不多一禮拜都去一個酒 辦公室 和大家記憶 我跟普通說 與秘書長有約 你去的時候 你再問問問題 因為你回去 一定 產生很多問題 你怎麼問 我當然已經給你回答 我跟今天為止 從來沒有一個問題難倒我 從來沒有問題 因為一個問題 我可以說 我免得跟你說 沒有 我都當中給你解決 所有的事情 我都給你解決 所有法理的東西 我都給你講得很清楚 這就是 我們來受訓的目的 和意義在這個地方 我今天這個區 要來在這個地方 結束 我們國委 我先問一下 你要坐 你待會去高鐵 請你下手 好 我們高鐵 有三點半的時候 再說一次 三點半 先去協商 先去經理行李 不然你等下課 你先去經理 再來就是要坐到 台鐵 桃園站 走 台鐵 台鐵 台鐵到桃園站 台鐵 再來 林口 南崁的 走 林口 南崁的 好 好 待會兒 我們有十隻的 做計程車 我是希望你們四個人 一輛車 這樣平準起來 比較燙 好嗎 好 後來 你們是套機的 你們有一個名牌 你們後來 禮拜的時候 每禮拜禮拜 下午 我這個區 你們可以來一台聽 我都會給各位報告 我們民政府 進度跟什麼樣的程度 幾乎每禮拜都有進度 進度有夠快 有時候你會覺得很興奮 我今天外國要跟一個地方 還有一個大樓 感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 請客 走 各位請請坐